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AI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两款能够帮助大家做生意和搞钱的工具 这两款工具呢,一个叫做RQ,一个叫做1688的AI版 这两个工具呢,是能够帮助大家从灵感到下单串起来整个的闭环流程 让你能够看清楚哪里有转头,哪里有行业的生意机会 并且第一单怎么下,这两款AI工具 一方面我认为它是面向老板的 如果你本身已经在做粗海的业务,贸易的业务,线上线下生意的业务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采销工具 而且能够帮你达成一个下单到完成的一个协同过程 另一方面呢,它对于那些希望新入局 想找到自己的生意机会 想找到自己的兼职机会,副业机会,搞钱机会的这部分新人呢 它能够帮助你很快速的把你的灵感变成一个最小的MVP 变成一个最小的可执行单元 去完成下单到落地的过程 对新手是非常友好的 通过使用这样的AI采销工具 哪怕原来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没有特别厚特别强的经验 到最后呢,你也是可以获得一个机会判断清单 寻盘模板清单 背调清单 以及决策的模板清单 你看完这些操作 你也能照着做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款工具 叫做RQ 它这里的slogan就叫做所有的任务在一个问题中完成 这是一个AI智能采销的工具 这个RQ这款工具呢 很多可能在国内的用户都没有听过 这个AI工具RQ 它的定位是叫做AI智能采销 它说的是把所有的任务都在一个问题中完成 这个工具它设计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面向海外的客户的 它的整个的文字 语言这里 Language就没有中文 全都是像英语啊 日语啊 韩语 西班牙语 这样的语言和货币的设置 但是我认为啊 即使你现在不在海外 它这个工具的功能 对你仍然也是有帮助的 它除了能够帮助你做一些采销 直接下单的动作以外 它还能够帮你去识别一些行业趋势 因为这个RQ它本身背后的金主是阿里巴巴 这个工具呢 应该是阿里巴巴国际站相关的业务团队 他们做的 它这个工具呢 有一点像一个绘画式的采购的小助手 而且它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打开这个 Agent Mode的代理模式 相当于它是一个非常垂直的一个智能体 它背后所依靠的是阿里巴巴国际站 这么多年来累计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商家数据 业务场景的数据 这个智能体它背后依托的大模型 据它自己说主要依托的是签问 因为签问是它自家的嘛 还有GPT相关的一些大模型 其实它这个智能体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基于数据了 我在AI铁三角的那期节目里面也讲过 在AI的博弈里面 数据是非常具有门槛性的一个优势和它的护生核 你看下面的这些使用场景 它也做了很多的事例 这些事例我们都是可以去尝试去提出类似的问题 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可以给到我们很多思路和灵感的 比如说这里 这里就可以基于一些热门的内容和IP去设计一些相关周边的产品 这里你看它可以采购由于游戏相关的衣服包包 它可以帮你找出哪些产品卖得好 并且生成产品设计的图像 你看在这里你还可以做行业研究 比如说你认为母婴行业 在海外比较有机会 你想找一找母婴行业婴儿产品 它的市场趋势是怎么样子的 它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哪些产品可能会正在获得相关的关注 你是能够通过这个AI的智能体工具 去发现一些市场的机会和灵感的 而这个灵感还可以给到你具体的解决方案 这里我们可以去分析过去一个月最受欢迎的儿童玩具是什么 其实呢与一些行业报告或者一些数据洞察 我们也可以使用通用的大模型去处理 而这个智能体它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点 它能够帮你去做行业的分析 而且分析完成之后可以结合他们现有的数据库里面商家提供一些的现有产品 让你有更加直观的体验 它的这个优势的来源在于它有这些核心商家以及这个商家背后商品的一个数据库 第二个它是可以基于你的想法去做完整的跟单寻单下单的一个闭环的 它不仅给你结果而且能够给到你解决方案 这个两个优点是其他你使用通用的大模型所没法达到和实现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启用了代理模式之后 它给我生成的一些内容 你看在这里的时候我让它给我设计一个3D玩具 然后呢为我生成对应的产品的设计图 还让它给我推荐这个产品的一个供应商 在左侧这里它就显示了它开启了代理模式 这里显示的是它的整个的研究结果 它会帮我搜索相关的信息数据 这里调用了一个多模态的能力帮我生成了一个对应的图像 这里是它非常特色的去进行内部的供应商的搜索 这些供应商它是能够提供对应的3D打印服务 定制服务和OEM的这个服务的 而且它们是能够提供这个小批量 启定的这么一个服务的 最后它把这个结果展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个就是它给我最后生成的结果 第一个它给我了三个方向 三个概念 三个3D玩具设计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这个模块化的3D打印组件的机器人 就是这些模块我是能够把它生产出来 小孩子是能够把它进行组装的 他可以去配套的做STEM的学习 这个理念还挺先进的 第二个概念是AR的恐龙泡装 它的设计理念是小孩子可以通过扫描 恐龙的不同的位置来解锁一个教育内容 来解锁一个沉浸式的数字学习游戏的这么一个教程 第三个概念是太空探索飞行器的系统 它这里也是集成了一个AI体验和模块化设计的这么一个理念 在代理模式里面 它这里面都会有多重的文档 你看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3D玩具市场趋势分析报告的这么一个文档 点击这个view details 你可以看到这个报告的详细内容 如果你正在分析和研究这个行业的机会 我相信这些报告内容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这里它生成了一个3D玩具制造供应商的这么一个评估 这个评估肯定是基于它内部的一些数据了 而且做了这么多年 本身这些供应商就会有很多成熟的指标去衡量它 相当于这些供应商本身就做了很多前期的数据标注的工作了 它这个数据其实是相对已经比较干净好用的 接着它就帮我继续闭环落地了 给出了我具体的实施建议 第一阶段与这个公司开发复杂的AR集成概念模型 第二阶段与这个公司去开发STEM的教育组件 第三阶段与这个公司去整合一些环保的材料 而且为了符合国际的一些认证的要求 这里还会提供质量与认证的策略和标准 同时还提供了你的定制和最小体定量的这么一个考虑 整个的内容是比较完善的 我这里只是第一步 如果你对它的方案满意或者不满意 你都可以继续在左边这个对话框里面 继续和它沟通去讲你的需求 而且你也可以在这个沟通中进行持续的下单咨询 我相信这样的采烧工具 对于希望进入一个新领域的选手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这里所形成的行业分析报告 也是非常具有参考性的 这个案例呢就是去分析这个热销的拖特包 并且对这个热销的拖特包 做一些轻微的微妙的一个设计改进 可以帮助它能够利用一些热销的款式 再加上自己的创意 帮助它能够在市场中去脱颖而出 那这里呢它就给出了对应的市场分析 和设计创新的一个建议 相当于它就自动的帮你去找热销款 然后再做合理的创新改进 去完成整个生意的设计和履约过程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报告 它先讲了一下市场的规模是怎么样子的 还有最新的数据 2025年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 它的材料的趋势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对于我们下单些商品 它的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第二它的设计趋势是什么样子 然后特色趋势有哪些 同时这里呢还会帮你集成一些热销产品的分析 还去搜索和整合了亚马逊的 畅销托特包的一些数据 这里还提供了对应的这个包包的链接 你是可以随时的去查看的 往下看就是在阿里巴巴上面 对畅销的一些手提包弹 图片还有对应的链接 它都帮你整合好了 然后再总结了一下客户的需求和痛点 再往下呢是针对这些需求痛点和市场的情况 现在你能看到的市场机遇有哪些 你能做哪些技术的改进 它还给了你一个设计的这么一个示意图 这个内容是不是非常完善 所以说这个工具不仅是能够帮助你发现生意的机会 而且即使你是一个职场人 你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工具去完成自己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的工作 这个内容就非常完善嘛 即使你是人在国内 你仍然可以去找到对应的商家 因为其实在阿里巴巴的这个国际站 还是国内版它的底层的商户是通的 它的那些商家基本都是国内的一些供应商 你顺着它的英文名字找 一定能够找到它的中文的厂商 而且呢因为阿里巴巴国际站经营了非常多年 它底层的商家是做了很多的数据标注的 比如说哪些商家能够支持小规模定制 哪些商家能够符合特定的一些产品标准 它的交付周期是多长 这些数据你都可以通过和阿基尔这个工具的沟通去完成 接着呢给大家介绍1688的AI版 这个1688的AI版呢 跟刚刚我讲的这个阿基尔这个工具啊 它有一曲同工之妙 但是它面向的对象和场景是有一点不同的 这个1688的AI版呢 主要是面向国内的一些用户 接着呢我在手机上面给大家操作 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就是我打开的1688AI生意助手这个APP 它和原来的1688的那个APP是分开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啊 就是因为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给这些商家更多的流量 其实它是对原来的生意模式 原来的流量模式的一种打破 其实它也是在验证一种新的模式 在这里它不像我们经常使用的那些购物或者采销软件 或有很多的商品或者是商家的这个信息 铺在最前面 在这里它就是最简单的把一个对话框 放在最显著的一个位置 我们先试试和它文字聊聊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我这里说幼儿园百胎商品 它有什么推荐 你看它就正在进行搜索了 它这里显示AI深度搜索中 而你看到这个搜索员啊 它包括几个 一个是小红书 一个是淘宝 还有谷歌 它会搜索全网的商机数据 我们看一下 它会建议我们在幼儿园摆摊 用哪些商品比较好 它这里给我推荐了一个热度比较高的手工材料包 热度值是3348 但是我没有对比啊 其实这个热度值对我的意义和价值是不止观的 那后面它说增速是比较快 超过了行业的均值 小红书的这个笔记的增速也是增长的比较快的 它这里说呢这个幼儿园跳蚤市场需要轻资产运营 材料包可以拆卸而且可以置换 它是比较建议我去进货进一些创意的手工材料包的 下面有推荐啊这个公主的化妆包 还有这个幼儿园创意美劳DIY的手工材料包 还有儿童DIY的相关的材料包 这些所有的内容呢都是相关的 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大颗粒的积木拼装玩具 对应这个 其实它是分类的 你看它分了一类创意的手工材料包 然后给我推荐几个商品 然后再分了一类叫做大颗粒积木拼装玩具 给我推荐了几个对应的这个颗粒的拼装游戏玩具包 然后继续他还推荐了这个扭扭棒的趣味花束 它的这个商品的对应性和它的这个分类和说明还是比较强的 其实这样子对我的整个的下单的过程是比较友好的 它还是比较依托我们的一个使用的习惯的 它这里还是降低了我的这个购物的一个负载的 它每个就给我推荐了这么几个商品啊 如果我想看更多的话才点击更多 因为平时我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时候淹没在这个商品的海洋里面 还有机会推荐了涂色石膏娃娃套装 还有早叫的抑制拼图版 最后呢他还给我做了一些总结 其实整个的使用体验还是蛮好的 我们再继续使用它的这个AI图搜试一下 这个AI图搜的这个功能呢 和我们之前在其他APP使用的是类似的 它差别是在于说呢它会给我们一些搭配组货的灵感 比如说我这里给它搜的是一个宝宝的指甲剪 它这里呢就会给我推荐相关的一些货品 一些新生儿啊母婴啊相关的一些护理的产品给到我 我们再用一下它的这个AI创款的功能啊 这里呢我就给它一个花洒水枪的这么一个图 我跟它说让它帮我设计一个新的款式 看看它有不有一些新的设计 它这里有AI生成效果图 哦还是原来的图 说明这个款已经不好再创新了 一般我们再重新试一下 这里呢我就把需求再具体一点 看看它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新的款式啊 我说帮我设计一个带熊猫图案的水枪 点AI创款 它在这里呢就直接生成了一个带熊猫图案的水枪图 和这个呢原来的图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啊 所以说在AI创款上面呢 我可能没有看到特别多的亮点 AI创图的这个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这个就是直接把这个熊猫的图案 坐在这个水枪的一个中间 我的观众朋友可以实际的去实操实测一下 看看这个能力到底好不好用 可以把你自己的使用体验反馈在我的评论区里面 它在这里啊 还有一个叫做AI查起的一个功能 AI查起的功能呢 它是可以去查企业的背调 源头招投标专利商标老赖等等 它这里呢还能开启一个慢思考 这里估计用的是deep seek的模型 为什么它要做这个功能呢 第一呢它是想闭环 你在下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下单的这个企业到底靠不靠谱 第二呢它背后呢确实底层会有一些数据 因为1688呢它是要做本地产地工厂的这个源头的溯源和验场的 不管这个数据准还是不准的 它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去做的 所以它底层是有一些数据的 所以它为了提高这个APP的可用性活跃度和完整性 它就把这个功能集合在这里了 因为这个功能呢在其他大模型里面也是能够实现的 它有一定的替代性 我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你现在还在职场中 希望搞副业或者希望对行业有更深刻的洞察 我相信以上的两款产品能够帮助你去分析和调研行业 并且验证你的灵感或者是更进一步 你能卖出下单彩销跑通最小MVP的第一步 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生意或者大生意 这两款产品能够帮助你去发掘生意中潜在的一个机会 帮助你把彩销这个过程完成的更加的丝滑 以上就是林姐说AI今天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